真是想不到 农夫山泉貌似什么也没有做错 但是股价已经连续三天下跌 市值蒸发好几百亿 不仅如此 农夫山泉官方旗舰店的销量 也连续多日暴跌 而与此同时 娃哈哈却在市场上受到了大家的追捧 这个事情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和娃哈哈创始人 宗庆后老先生的去世有关 这要追溯到很多年前 农夫山泉创始人 钟闪闪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 郁郁不得志 是当年宗庆后让他成为娃哈哈的代理商 换言之呢 就是对他有知欲之恩 然后网上就流传了 至少两件钟闪闪恩将仇报 望恩负义的事情 这个我先声明 未知真假 请谨慎辨别 第一件事呢 就是钟闪闪当年 当娃哈哈代理商的时候 曾经创货 这个做销售的都知道 就是把海南地区的低成本的口服业 创货到广东进行销售 这是不诚信的行为 钟老先生得知以后呢 非常生气 就取消了钟闪闪的代理资格 第二件事呢 是之后钟闪闪创立农夫山泉以后 刻意针对自己老东家 娃哈哈进行营销大战 甚至最后呢 还对簿公堂 可以说是踩着娃哈哈的肩膀 正式崛起 按理说 商场就是战场 营销水平技高一筹 大家应该更佩服才对 可是当发现自己多年前 可能被所谓的技高一筹的营销 当枪使当猴耍了 那剩下的绝对不是佩服 而是生气 当年娃哈哈纯净水在市场上做的风生水起的时候 2000年 农夫山泉突然语出惊人 居然公开宣称经实验证明 纯净水不含矿物质 不如天然水 长期饮用纯净水对健康无益 农夫山泉将全力生产天然水 接下来钟闪闪在各大报纸 媒体投放整版的对比实验 很像现在那些开箱短视频的软营销 这在那个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 实话是说 绝对属于降维打击 比如用纯净水和天然水 养水仙花和养小白薯 通过大量的对比照片 证明天然水养水仙花 长得更快 养的小白薯活得更长 紧接着呢 就是乘胜追击 钟闪闪又在全国2700多所小学 搞了个用纯净水和天然水 养金鱼的对比活动 然后在大街上送试纸 来推广农夫山泉 具有弱减性的这个概念 这种让消费者参与感极强的行为 仅仅两个多月 就让天然水更健康这个理念 深深的打进了老百姓的脑子里 实话实说 这放在当年的确是技高一筹 连我这个食品科学专业出身的人 当年都一度认为天然水更健康 但是在大学期间 有一次我看到自己的老师在喝纯净水 我随口说了一句 纯净水不健康 矿泉水更健康 因为矿泉水含有更多的矿物质元素 我老师说了一句话 就让我明白自己当初有多么的愚昧 我老师说你肯定是广告看多了 事实上人没有任何一种微量元素和常量元素 是必须要通过水摄取的 所以水里有它不多 没它不少 我们喝瓶装水就三个原则 干净 便宜 解渴 纯净水是真正最干净的 因为它连离子都过滤了 何况是微生物呢 微生物的体积可比离子大得多 如果你指望喝水来补充微量元素 那你还吃饭干嘛 至于小白鼠的实验 其实就是一个设计好的圈套 因为也许只让小白鼠喝水 根本就不让它们吃东西 那它们所有获取营养的方式 只能通过水 一周之后 当然喝天然水的会存活的更多 这种情况 天然水当然是比纯净水要好一些 可是难道你也不吃饭吗 你指望靠喝水来获取营养 你的脑子里可能就有水 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 唯一的优点呢 就是只要你讲的有道理 我就服你 很显然我的老师说服了我 但是不得不承认啊 农夫山泉当年的营销 真的是很成功 到2017年 农夫山泉坐稳了中国包装饮用水的市场老大 占有率达到了34% 而当年的霸主哇哈哈只剩下了8% 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存在感了 可是没想到过度营销早晚是会被反噬的 只是迟早的问题 在如今社交网络的大背景下 过去传统营销中那种利用信息差打造概念的玩法 很容易被揭穿 也就很容易被反噬 现在大家明白了所谓的天然水 其实不就是河水湖水井水还有水库里的水吗 在卫生标准上能够比得上层层过滤的纯净水吗 当年宣称不生产水只做搬运工的广告词 当年觉得很高端 可回过劲来才发现 这个搬运工运费可确实不便宜 从网上公开的数据来看 农夫山泉2022年的营收332亿 净利润就高达85亿 而网哈哈营收512亿 净利润却只有62亿 事实证明 网友们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这个搬运费确实不便宜 这件事情其实体现了网友们爱憎分明 和向往报应循环的传统观念 更有一种突然发现被耍多年 然后得知真相后绝地反击的愤怒 没想到宗庆后老先生的离世 无意间给自己打了一场翻身仗 几乎成为网哈哈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形象公关 其实这是宗老先生一生宅心仁厚 爱国爱家 关爱员工和朴实低调的回报 先聊这么多 我是爱闲聊有观点的小郭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接着聊更有趣的话题 再见